外媒称苹果正在研发新iPhone悬浮手势加内弯性曲面屏 据外媒报道因手机市场同志化越来越严重 苹果正在研发新款iPhone 新iPhone将会采用悬浮式触控的技术和内弯性的曲面屏 所谓悬浮式触控就是用户无需将手指和屏幕直接接触 即可实践滑动点按等操作 报道称与三星曾经推出过的悬浮手势不同 苹果新iPhone不是利用距离感应器来实现的 而是更为先进的屏幕 同时苹果新iPhone的曲面屏与市面上的曲面屏有所不同 而是从上到下逐渐向内弯曲 不过报道指出苹果在新iPhone当中实现这些技术 至少还要两年的时间 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